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丑伯的养花问题 一个丑伯说你看这咋回事了 这橡皮柱下边叶子黑 我看的就个别的 而且是最下面的叶子黑 你给它揪掉 揪掉之后呢 你用点杀菌药啊 这个你可以找老花姨的客服去药 用那个小黄 用那个小黄药对水浇就可以了 如果说后期还有的话 再来找我好吧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的真菌性 一揪用点药 下个丑伯 救救我的茉莉吧 剪啊 我给你画画 剪啊太长了 用繁菲水啊 而且我一直跟话门说啊 你们养茉莉这个东西呢 尽量呢养那种单杆独磕的 好养活 明白吧 你看好几个在一块 它总有几个活不下去的 给竹光照用点繁菲水 慢慢再养回来吧 下个丑伯说 办公室关了两天门温度太高 给烤焦了 不剪枝的情况下怎么养回来 你不剪枝你怎么养回来 对吧 这是个枫树吗 怎么长得这么长啊 怎么养这样长这么长 这游龙细缝的 得剪不剪这不行 不剪这都长不回来 得剪得剪 你可以少剪一部分叶片 把那些晒伤的叶片剪一剪 然后用点肥料 太高了 办公室里边放这个 别的没啥呀 你只有剪一剪 然后用点肥料 让它再缓缓的再长回来 下个丑伯说 前几天在网上买的粉色大芬奇 开始有黄叶出现 你盆栽屋里边盆栽的话不行啊 尽量的得给足光照 我看了一下 你说有黄叶 我没看到有什么黄叶 没看到有什么黄叶 给足光照 通风一定要良好 好吧 尽量的买那种圆盆圆土的 我去年的时候 有整过那个月季 它是一个盆里边 它是好几棵苗 然后它卖的时候呢 它分棵卖 你看起来便宜了 有的话我收到以后 它就种不好 我那两个得一色红子猪 长得可可成了 给足光照啊 别的没啥 把表面的土稍微挖出来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通风好一点 该是非是非就行了 下个周宝说 你看我这个玉栽 全部胶边了 咋回事 不能晒 玉栽不洗羊 它适合花镜植物 跟绣球差不多 光照零零散散的 给一些就够了 强光暴晒就容易晒伤 明白这个点啊 怎么办 剪了就行了 剪了还会长 长得还很快呢 这东西 下个周宝说 你好老花姨 这个还有救吗 这又没啥毛病啊 救啥啊 这不是 这叫鸭短墨 有的喊那个七眼连 也有人喊 它也就要发财数 真的不知道怎么想 这个没毛病啊 这不养的挺好的嘛 用点肥料的事 就是缺有点缺水缺肥的感觉 别的没啥呀 好了 今天就这样啊 绝不说 就点个赞 今天由你视频来留言 感到说话 嗨 嘿嘿 嘿嘿